天津卫视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本节目呢 是由奎花魏康琳 独家冠名 修复未粘膜 止痛更治痛 好 让我们一起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 三组情侣嘉宾 欢迎她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小刘三十六岁 来自山东 餐饮店老板 小青二十九岁 来自山东 会计 他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 她太善气了 总感觉给自己留后路 她太大男子主意了 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 结婚这几年最大的变化 我变得越来越窝囊 地位越来越低 什么都做不了主 她对我一神一鬼 我都不说在她眼里 一文不值 哎呦 第一次听 一个男人就是 特别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我越来越窝囊了 这得有多大的委屈啊 是 我们结婚三年了 委屈太多了 那来吧 说说你的委屈都在哪儿吧 父母嘛 一直吹着我们要孩子 然后再加上我也三十六了 也到这个要孩子年龄了 但是她总是各种理由推辞 我总感觉就是在躲避 因为我跟她结婚这两年多 我们的感情 还不是特别的稳定 她父母就一直逼着我要 孩子一直逼着我要 那那孩子是逼来的吗 要孩子肯定起码心情的愉悦 对吧 你天天生气压力大 那不是两年多 如果没有怀孕的话 那咱是不是应该去医院检查呀 都检查了 没有问题 都很正常 你看她其实也是有为这个 要孩子去做准备 对吧 有去医院 有做检查 对 我也想要 对 对我意思 你们不要催我 父母吧 当时结婚的时候 是反对意见的 因为她那个年龄小 感觉我们的婚约可能走不长 有时候就特意地试探一下我们 是不是有这种感情 是不是能在一起 就给她提了个要求 当时就是 让我们每个月 拿两千块钱的养老费 然后她认为 我父母的这种想法 特别的刁难 认为是故意来找事 你父母就是针对我 咱俩刚结婚两年多 就看到我还没有说 你父母就给我要养老钱 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呀 他父母一碗水端不行呀 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弟弟比我结婚早 他弟弟结婚的时候 他父母给他弟买的 婚姻房给他弟 去他媳妇 然后到我 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没给我买 我弟弟吧 现在在农村 就没有工作 他当时结婚的时候 条件比较那个 那有点不公平了呀 现在逼着我要孩子 他又给我要养老费 我感觉这孩子 还是在等等 等什么叔叔 他父母 不再这么给我压力了 我就可以自然要了 在当初这个 跟他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有餐饮店 他之前呢 在别的地方上班 做会计嘛 我说就把工作辞掉 到我这里来上班 管理我这个整个饭店 把这个账 还有家庭的账目做好 但是呢 挺让我失望 管的就是失控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这店里的营业额 收益到底多少 家庭的开支 家庭现在有多少存款 我从来不知道个数 是他没有能力 算清楚这些账 还是说他算清楚了 没告诉你 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没够我 说 我感觉他总是在算起我 我感觉 我算起你什么了呀 当时咱俩在一块的时候 你许诺言 你跟我结婚以后 你不用上班了 我来养你啊 是你给我许的诺言吧 前两天 我正好是需要钱 我说把卡给我取点钱 说不行 他自己拿了卡 有时候我们一块去 然后到了ATM机取钱的时候 我想过去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钱 或者密码 都不让我看 防我像防嘴一样 今天我专门把视频也带过来 给大家看看 我偷拍的 来来来 我会拍的 牙科拍我 是你吗 平时就是这样 不是你吗 你欺骗 你说欺人不起 你欺个钱给你做得碎了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 我给你载快这么长时间了 如果哪天咱俩感情到头了 这些资金是我作为 随时离开你的 这个 筹码 筹码 好录钱 你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是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你们现在的家庭里面 到底有多少钱呢 我不想告诉他 不是 你在防什么 他是害怕我在外面有外遇 他有这样的迹象吗 可疑的 暂时还没发现 我就是害怕 所以说是 一直在预防着这个事情 但是你这样预防预防 就真把他给防跑了 虽然我掌管了大权 但是我平时也没说不给钱 我也给你零花钱啊 给我一个月 四千多块零花钱 我一个大男人在外面 应酬根本不够 现在他上街 我让买杯奶茶 他都给我计较 我说你给我买杯奶茶 我不给你零花钱了吗 你自己不会买去吗 就一杯奶茶给我计较 天使家里的开销 我们结婚三年 家里呢 家电又换了一遍 床电又拭木家具了 大爽大爽花钱 从来不跟我商量 我买买买怎么了啊 我的闺蜜结婚后 不舍得花钱 天天抠嗽着过日子 给男人灌了一身的出毛病 是吧 男人反而还不感激他 我就特别羡慕人家 那些会生活的女人 人家过着有智有量 同样也是买买买 人家夫妻狠 我买买买就是想让他 有更大的专钱的东西 你买什么了 他经常买的 网上看的东西就买 家里的快递一大堆 比如呢 不是为了咱们生活更好吗 什么自动的扫机机 买个自动的 好几千 你应该这么说 哪些是为这个家里 添置的东西 哪些是为他自己买的 哪些是为你买的 这么分类 自己买车 没开几年就换一样 又换辆奔驰 买车这事都不商量吗 这毕竟是一笔大的支出啊 我是为了他出去 他生意有面子 他说让我管着 现在反而又嫌我管得多 又埋怨我 又抱怨我 那个是这样啊 管和霸占是俩概念 两回事 您这有点像霸占 对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日子 会过得越来越好 我们两个就因为要孩子 父母要养老钱 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你都这么把持着了 你给他爹妈两千块钱 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你这有点太霸道了吧 你这有点太霸道了吧 我亏的话呀给他 你咋亏什么 你怎么人家儿子赚的钱 你亏什么呀 为什么那父母不跟他弟友呀 不是你拿着你老公的钱 说换奔驰换奔驰 跟谁都不说 你给你老公的亲爹娘 一个月两千块钱 你觉得亏 我是为了他出气 谈生意 不是比较有面子吗 那是你觉得有面子呀 你问过你老公的意见吗 所以说我在家里啊 真没有一点地位 我活得很非常窝囊 你们结婚两年是吗 三年 三年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仅止于三年以内 所以您把持了半天 到最后 如果你丈夫跟你诉讼离婚 一人百分之五十分的是 这三年的收入 您的那个店现在有几家呀 我现在有三家 所以你对三家店的经营状况 和账面上有多少资金流动 这一些都不知道 我总体上应该是不知道 总体有多少钱 但是应该是赚钱的 没有出现亏损状态 他多少也知道点 那多少知道点怎么能行呢 每个月你没有一些财务报表 给自己的丈夫吗 他问我的时候我会给他看的 他不问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集起来的 所以先生 你管他要看账的时候 他给不给 我要看的时候也给我 我看不懂那些东西 哦 你能力不足 你看不懂账 是不是 是 那是你的问题 咱不能把这个方向搞偏了 第二 那辆车谁开 平时我开 就是我经常在外面这个出差应酬 他不会开车一般 哦 他不会开车 给你买了一辆车 所以有的时候 有这么句话特别在理啊 有时候这真话说一半 他就成假话 人家是 魏京跟你充分沟通 给你买了辆车 他认为这是一个老板处的 应该有的面子排场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在开 实际的受益人 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 咱不能什么事都怪这个女生 好不好 是 继续说 你在外面的应酬时间 大概是多少 在外面这个出差应酬 一般也得在三四个月 你一个做餐饮的 你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去应酬 你应酬什么 经常跟这些餐饮行业的同行交流交流 有时候去学习 就是谁在经营啊 这三家店 平时就是他来经营 他来管理 兄弟早说呀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店是在你们结婚之后开的吗 结婚之前都开的 然后当时的我有会计 结婚那个会计 因为跟他结婚 然后就让他来经营这个事情 结完婚了以后炒了会计 然后让自己的老婆来做会计 当你老婆做了会计之后 你们的这个店就由一家变三家了 是这么个意思吗 是 兄弟 咱们刚才事业说完了 对吧 说家里面 家里面为什么你的父母都在说他 要跟他说你得赶紧生孩子 你们俩明明一起去了医院 明明检查报告都出来了 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压力都是他一个人 同时你好像也站在他的对立方说 我想要孩子呀 你为什么不给我呀 为什么 可能我父母他年纪大了 肯定受这个串通思想 你为什么不能澄清事实 第二个问题还有呢 您说每个月给您四千块钱 但当你要钱的时候 他是不是都给 对 花完了也给 好的 第三个问题 你说他买了很多东西 刚才一个问题你始终不回答我 他买了什么东西 家里用的东西 还是自己用的东西 还是给你买的东西 它主要的花费在哪里 大部分就是家具厂 还有这个家电厂 那请问你有没有主动说 老婆咱家里应该添一个什么东西了 咱家里应该添一个扫地机了 因为你太辛苦了 你不能在外头忙 给咱三个店做贡献回家 还要去扫地 咱买一个扫地机 不行吗 他平时从来不管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家里打扫卫生 舒适家务 如果说哪一天你 真给我的感情走到尽头了 银行卡里的这个大权 就是作为我转身离开的资本 你别老把这个花刮嘴上了 胡乌奶奶 就是这个话你老挂在嘴上 你把自己 你老说这句话 你就把自己显得特别的居心不良 你知道吗 我就是没有安全感呀 你要咋样给你安全感 你来说三点给你安全感的方式 第一点 我没有工作现在 为了他把工作吃了 第二点 我害怕他 在外面张花惹草 第三点 就是害怕他随时会离开我 刚刚他说了三个要求 你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就是改变这种态度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账目 每个月即时的抱我看一下 有知情权 第一个 第二点就是 对于赡养老人这方面 就是我感觉不要计较太多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 共同的好好的把心态调整好 剩个宝宝 这老大哥我感觉他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女朋友和他媳妇一半能管着我 我感觉我今天都不至于来这儿 我觉得这位姐姐她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所以才会把对方管得太严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还是要有空间的 就像我男朋友刚刚说的那个样子 就是你们俩空间是太大了 三言两语听出了你们的问题 我觉得安全感这个东西就是好像 女生如果更知足一点 男生如果就多付出一点 好像这个感情就会更好一些 就是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也不要总靠男人 哎呀你要记住啊 一会放到自己身上要记住 男生刚才三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 报账 对吧 分两个 这个工作上的账呢 人现在就在报 你看不懂是你的事 家里的账 为什么要报给你 因为你是家的主人是吧 但是你有没有在家里头 经过主人的执着 有没有贡献过 家里是共同的合伙人 第二个 老人的事 这位女士 你得往心里去 赡养父母 这是我们天经地义要做的事情 而且你们有这么好的收入 给那两千块钱不交事 你只不过是心里有哥的 但是在情感家庭关系当中 我们要先做出那个先付出者 第三一个就是宝宝的事 宝宝的是你们俩共同 各百分之五十的责任 不要把压力都让媳妇一个人扛 他扛不住 也没有道理一个人扛 是啊 我是认为 真的有智慧的男人 在家就都是气管烟 在老婆面前 你计较什么呀 对吧 他人都是你的 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他那么辛苦 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对他有什么关心吗 还有一个 你们俩要善于沟通 你们俩的沟通是有问题的 你像那女孩子 真的是太不会表达了 刚才一上来 把我们全给弄到误区里面了 因为你有问题 要智慧 在婚姻和情感里面 是用智慧去经营的 姑娘我不喜欢你 我是你老公 我会离开你的 虽然委屈是你受得多 但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会那么误解你 因为你给人一种飞扬跋扈和无理取闹 爱谁谁的那个东西 没有人会能受得了的 我觉得你在整段婚姻当中 虽然付出了很多 你在掌管着店 你在家里面打点着 但是你所有做的付出的这些 都让你这张嘴给败坏了 你如果不调整你自己的话 我不看好你们 我来跟您聊聊啊 刘老板 问您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在半年不回家的情况下 每年大半年不回家 你们家那三家店主要指望着谁 也是他 也是他 还有 每个月那两千块钱养老钱 给没给到最后 给了 给了 你给了 许不许你媳妇 因为你弟弟没给有点不高兴 我的原因 你的原因 但是 你上来的表达让我不寒而栗 上来的表达就是这三点 第一点 我妻不孝 不给养老钱 第二点你说的是 我妻不要子 第三点 我妻霸占我三家店 没错 你上来的表达是黑 到最后我们弄明白是白 您本场黑白颠倒 您立人设可以 您在立人设的时候不能把自己的结发妻子摆在万劫不复之地啊 老板娘 小心 我们发现您的丈夫她忒会说话 唉 你的老婆那么的不孝 你的老婆有没有再要求给你爸妈缴了两千了以后也给我爸妈缴两千 有没有吃着你们家的把你们家的钱往娘家拿 没有 我就问你她自己是个会计她不懂什么是夫妻共有财产吗 她一天到晚死守的那点小密码你自己不知道有一张卡吗 你如果执意要跟她离婚的话 那个男的不要拿出来分割吗 她是把钱转移走了 还是说就跟你撒娇似的 就在这张卡上 但我就不告诉你 所以她算计什么了 她不就是嘴不好吗 你看不上她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 你甚至觉得如果再有一年她怀不上孩子你就会跟她离婚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想法 在外头被人哄惯了回到家里头不知道做丈夫的该奉献 你回到家干过吗 你有摆震过一双鞋吗 有把你老婆可能无暇收拾的杯子给洗了吗 有看到你老婆的时候跟她说一声老婆想你了吗 你回家干过吗 你回家要地位的时候你奉献了啥 其实就是一个人活得窝窝窝窝 取决于自己怎么看自己 我有一大哥他天天被他的夫人训 然后我就问这大哥觉得怎样 他说谦卑的麦子总是会主动垂下自己的头 我说为什么呀因为成熟 对吧 只有熟透的麦子我才会低下我的头 怂都怂的这么体面 对 然后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她怂啊 我们觉得这是爱老婆的表现 但是你把窝囊两个字挂在嘴上 你就指望我们来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你可怜 你的老婆实在是满不讲理 对吧 今天也就不再多说你的问题了 你的问题就是嘴不好 其实也许是挺有能力的 能够自己一个人把一家店给他复制成了三家店 你刚刚说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 这事我不认 你又是会计又是三家店的老板娘 对于你来讲你可以炒了他的 但是他炒了你的话可能一时两时 这一个三家店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接着经营 然后这一个婚姻里头你要问我还要留什么样的后路 你不需要留什么样的后路姑娘 因为你有自己的能力而且脚踏实地的工作 你有自己的专业知识 你到哪里都还能吃一口饭 你的人生不是靠这个男人恩赐给你的 你就像你一早委屈地说的 我是什么都不要的嫁给你 跟你可以从一干到三 但是现在你不能连一句感谢感恩 我爱你都不说 而直接说他算计 给你们一些充分的时间好好想一想 我觉得主要让老公坐那想想 有点懵对吧 怎么跟我来时候想的不一样呢 这个信息点太多了 然后可能他需要消化的时间也比较多 来吧 消化消化去 坐那歇会儿缓缓啊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猪二十三岁 来自江苏自媒体支援 小刘二十三岁 来自内蒙古学生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 他太我行我素了 爱情对他可有可不 他占有欲太强了 像个黏人的小公主一样 理想中的恋爱相处方式 方向奔赴 托风烈烈 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 不不打扰 各玩各的 偶尔黏在一起 这个 两个人的爱情观 这完全的 男缘美折啊 对吧 你俩说说吧 你们俩这矛盾肯定不小啊 我们的爱情观完全不一样 包括我们的恋爱方式 就我根本理解不了他 他也理解不了我 像我觉得 我觉得爱情本身就是一个 锦上添花的事 就是先过好自己 而且就算有了男朋友之后 我们也是需要有自己的 独立空间和私人兴趣爱好的 但是他就不一样 他就是那种特别小女生 特别黏人的那种我接受不了 那谈恋爱就应该在一起啊 而且他总是把这个当作借口 就莫名其妙地 就会把我拉黑了你知道吗 他因为啥事把你拉黑了 一些子虚无有的小孩 他会把他放大 放大他不能解决 然后他就跟我 就直接把我拉黑掉了 本来在爱情里面嘛 就宝宝 你今天凉麦哄我睡觉 把我好想 你这种话应该是 女生经常对男孩子说嘛 但是我俩现在完全就是 角色呼唤了 他每天晚上说 宝宝好累 我要听你声音睡觉 就哄我睡觉吧 但是我肯定不愿意啊 他一看这要录行不通 就换策略了 我虽然这个人比较豪爽 但是我私底下 也会经常跟他撒娇 然后他就会把我撒娇的 视频音频录下来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去听 多可怕呀这事 他是我女朋友啊 不听他声音 难道我听别的女人声音睡觉吗 我觉得这没大毛病 继续讲 他最离谱的就是 为了让我理解这种行为 去把他撒娇的音频发给我 让我晚上听者入睡 老师你说说 你们能接受吗 我听听才决定接不接受 我可以给你学一下 好 哎哟宝宝 今天工作了一天 好辛苦呀 那我老公给你讲个小故事吧 你听着我的声音 好好入睡吧 梦里有我 爱你了 多油腻啊 你就一个小故事 让他听365天啊 没有啊 他每天都会找不同的小故事 然后录给我 那还挺用心呢 我每天都要录一段故事给你的 而且谈恋爱本来就是相互的呀 对不对 那我听他的声音入睡 那我觉得他 会不会需要我的声音呢 你有没有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声音睡觉 有没有做这样的事 没有 那就行 那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然后就是 他现在变得特别的夸张 就是每当我一穿 符合他口味的这种衣服 他就会在他朋友面前 近乎变叹的那种 疯狂的去炫耀 看我女朋友今天多美 他简直就是什么 女娲娘娘的炫技之作 他简直就是什么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女神 简直就是 有一种不顾别人死活的美 我说你 你二十岁的人 你从哪想出来这四十岁中年 有你大叔的词呀 我四十岁他们还没学会 现在才三十多岁 都还一句没学会 记住他那些词 我现在夸我自己女朋友 还夸错了呗 而且那些词 也是我辛辛苦苦 在网上搜过来的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还把我拉黑了 因为这事把你拉黑了 因为你夸他 虽然我这人比较自恋 但是我还是有自制之名的 你说你说的那些 什么炫技之作 女娃娘的炫技之作 我配吗 我根本就配不上 他每次一这样说 我就觉得这家伙嘲讽我 讽刺我呢呀 是不是 他是蛮王找词夸自己女朋友啊 然后还有就是 我每次上街 他又觉得 哎妈我宝贝太美了 我一定要给你拍出来 什么绝美的旷世之作 给你建 一定要拍出来让神徒 拍不出来都不让我走那种的 我姐的魅力是不需要 去靠照片来证明的呀 他就不行非要拍 拍完了之后 还要发在他朋友圈上面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朋友 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他发你的照片在朋友圈 你不应该高兴吗 我觉得在朋友圈互相宣爱 这种行为 就是要把我们的感情 放在阳光底下暴晒 然后让所有人 都对我们的感情评头论足 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别人 对我这种感情评头论足呢 后面就更过分了 就还要求跟我交换 什么微信密码啥的 这我肯定不能同意呀这 为啥要交换微信密码呢 群侣之间就不应该有什么小秘密啊 而且他长得那么漂亮 那我是不是应该看看 他平常该干些什么呢 那为什么我的照片放在朋友圈 他不能发呢 朋友圈里面是有那些什么小哥哥吗 他就是这样不相信我 而且后面他还有更奇葩的事 就是我报了一个吉他课 因为我这个人做事三分钟热度 我怕我坚持不下来 我觉得要是有个好一点的老师的话 可能能带领我给我一个精神动力嘛 我就去找了一个就是 帅一点的年轻的小哥哥 给我当我的这个吉他老师 他一听他又不行了 他又觉得就吃醋了 就觉得我有事了又 你对自己定位就不能清晰一点吗 你有男朋友啊 那你还要找一个男的吉他老师教你 还那么帅气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我担心他不过分吧 那男老师比你帅是吗 那他确实比我帅 就是比他帅 你最终还找这个吉他老师学了吗 我学啊 我为什么不学 我都花钱了 我为什么能找一个顺眼的老师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那么帅一个人 我说的有 也对啊他都花钱了 对我花钱了 我找个顺眼的老师嘛 再说了我们吉他班 那么多女同学都有男朋友 就没像他似的呀 他更过分的是 后面还要求 跟我去开一个什么夫妻档 因为这个吉他课都是一对一 不能一对多 他也非要去学那个吉他 要跟我开个夫妻档 就去给那老师交两份钱 你说这不是钱多的烧团牛吗 这不是 那么帅的男老师 我怎么可能愿意 让他们单独在一块吗 你是怎么知道 他自己特意挑的那个 特别帅的吉他老师 他自己清楚跟我说的呀 你为什么要特意告诉自己的男朋友 我亲手挑了一个 特别帅的吉他老师是男的 我就是为了让他放心呀 啊 要是被他之后偷偷跟踪 发现了我跟一个男老师独处的话 他肯定会心里想 你是不是有啥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在没有你告知他的情况下 他惯常有偷偷跟踪你的行为吗 他倒是没有过 这回终于有了 因为你特意告诉他 我挑了一个特别帅的男吉他老师 对吗 我觉得这件事没有问题呀 这件事吧 有个主动被动 但我认为是有问题 我倒真不认为 这男朋友是主动的 你要告诉我 你挑了一个特别帅 还是亲手挑 特意挑的 特别帅的男吉他老师给我上课 以前我不跟着 今儿我得偷偷去看一眼 好了 除了学吉他这事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过生日的那些事了吧 他过生日 你说正常小女孩 哪有跟明星一样的 过个生日还分个档期啥的 下午两点到六点 跟我在一块 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二点 跟他朋友跟闺蜜在一块 我陪他过生日 他跟我在一块就是吃饭 看电影 跟他朋友闺蜜 去什么音乐酒吧 KTV 而且更过分什么 跟我吃饭的时候 吃到一半 那魂都不知道飘哪去了 就开始为下一场做准备了 跟我在一块永远都是淡妆 跟他朋友闺蜜 烟熏妆 在他下一个档期的时候 你去哪里了 一般这种情况下 就是他玩他的 我玩我的呗 然后我兄弟也叫我出去玩 我怕他担心 我就总是打电话 会跟他报备一下 对不对 我说宝贝啊 那我好兄弟 叫我出去玩 那我不是想让他关心我吗 想让他多在意我一点啊 那他的回答就 OK 好的 那我肯定不乐意啊 那我肯定继续添油加速 我说 哎 宝贝 我兄弟给我找了 好多好多小姐姐 结果他还是这样的 我完全相信你 这完全不就是不在意我了吗 什么都能跟我不在意你 你扯上关系 那你要是由我相信你 这么一半信任我 我都谢天谢地了 你跟你的前男友们 在一起也是这样的吗 对他们如此的放心 嗯 跟前男友 我肯定跟前男友的 不一样的矛盾 但是我的恋爱观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问你一下妹妹 你爱他吗 你爱你这个男朋友吗 我当然爱他了 我肯定跟他有感情基础的呀 你爱他什么 我爱他 当时跟我在一起 有很多共同话题 然后我们也聊得特别来 他对我也很好 也挺听我的话的倒是 那你就不在乎 你做有一些行为 会伤害到他 没有 我只是觉得 可能我们两个 就是恋爱方式不太一样 你俩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想要先过好自己的工作生活 然后结婚吧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我的爸妈是想给我们 置办一套婚房 其实说到结婚吧 就是我觉得 不想把经济压力压在 双方的老人身上了 如果真的能走到结婚那一步 肯定就是说 两个人租两个小房子 当对门 然后的话就是 有事没事就一起上下班 做饭吃饭什么的 不住在一起 就做邻居 做邻居 对 不住在一起 我问一个问题 你能把自己 那个屋的钥匙给他吗 能啊 为什么不能啊 那你们为什么要住两个房子 对啊 为什么要住两个房子 还多花钱 我觉得有属于这种空间 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啊 这是个玩笑 还是说必须 结婚之后 这就是我的想法 是必须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爱的那个人 他不同意这种的方式呢 我觉得我有信心能说服他 如果他足够爱我的话 嗯 哎 你没有见过双方父母吗 我没见过他父母 但是我父母见过他 他经常说要逼着我去 跟他父母见面 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 那个打算 我就是想跟他结婚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矛盾的问题 这是两种完全 两种爱情观 其实我还是挺佩服 这个弟弟的 你看他黏着女朋友 我也多想让他黏黏我 如果他能多多黏黏我 我感觉 我们就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想让别人黏你的 一定是有一面不黏 胶都是扎在墙上或纸上的 你太黏了他就成墙了 哎 我觉得我得改变一下 思路 多向这个弟弟多学习 特别是要记住他那几句话 不顾死活的美 女娲娘娘的炫技之作 没事就脱口而出 看着老婆就引颂 就在刚才说 那个找那个帅气的吉他老师 我男朋友不会允许我身边 出现这种情况的 其实我感觉这个女生她爱玩嘛 她需要自己的一定的空间 但是她要给男生一定的安全感 不是说爱玩给空间和安全感 原本那空间就在 你比如说我一女的 我非找一辈帅辈帅一吉他老师 然后一扭头我去上课 莫数一二三 跟上了吧 是那么回事 不是没空间 原本有 有空间的时候 我得倒入她来追 是这么个意思 女生没怎么看上那男生 但是男生身上有的好 你是舍不得放 所以你要立规矩 那个帅的吉他老师 你完全大可不必跟他说 但是我就要告诉你 要想跟我处 跟着我的节奏走 包括你过生日 还有未来结婚的这个邻居这事 我们说是要经营爱情 但是如果前面再想苦心经营爱情 那就没必要了 你俩的爱情观完全不一样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 不是很爱这个男孩 可是之前 就生日那之后吧 那我跟她提了分手了 我没有同意啊 我还把她哄好了呢 我还哄她了呢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 好的感情一定是建立在 独立和乐己的基础之上的 没错 但是如果鸡同鸭讲 走的不是一条路 没在同一个频道上 你觉得别扭不别扭 我觉得你们现在在浪费时间 男孩子你要想清楚 他没有你那么爱他 你就是一个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我这么说你别不高兴 但在你女朋友心中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不相信她遇到一个 自己非常非常爱慕 非常非常喜欢的男人的时候 她依然可以不顾 那个男人的感觉说 我告诉你哦 我找了一个特别帅的吉他老师 我不相信她在遇到一个 她自己非常爱的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会告诉他 我告诉你哦 生日我只有半天的时间给你 下半场我要跟自己一个闺蜜去过 我也不相信 她在遇到自己一个 非常爱的男人的时候 会告诉他 我结婚咱俩只能门对门住啊 不能住一个屋檐下 所以以上种种 这些情况 其实都已经告诉了你事情的真相 只不过是你自己 不愿意接受而已 那我想对女生说的是 无论是情侣 还是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 我们之间 能够继续相处 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原则是尊重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你不能无视我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你不能亲见我 你可以不爱我 但是你不能不把我当人看 你刚才说的种种的那些话 你知道对她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不管你们未来如何 最基本的一点我们要尊重 明白吗 我问你一下 你满足你女朋友的是感情 还是虚荣心 你告诉我 感情啊 好 问一下你女朋友 她满足你的感情更多 还是虚荣心更多 虚荣心吧 你的女朋友比你坦率 你的女朋友为什么不尊重你 因为你自清自贱啊 人家已经安排第二场了 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 你得随时跟人家宝贝我在干嘛 人家已经告诉你了 我就是要找一个比你帅的老师 然后你努力的 我必须去现场 你的自尊在哪里 我女友有一些不同意见 因为我喜欢爱情有各种样子 我喜欢在爱情里头 不同的人呈现出属于自己的样子 像她这样的一些女性形象 可能不多 但是我们如果回看 可能你会发现 有很多很有魅力的女人 她们也就是用这种方法 保持自己的独立自我 且也认真的谈着恋爱 她们不是说游戏人间 她们也没有对感情不尊重 她们只是觉得 愿意彻头彻尾的跟你交换 爱情的空间 但我还有一部分是友谊的 是兴趣的 是我个人世界的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 你们之间有什么样大的问题 没有 你们现在只不过就是 两种人生观和两种相处模式 和自我边界的探索 都没搞明白 既然如此 我们就好好接着谈恋爱 你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我们多自拍几张 互相报备 如果可以的话 你来接我 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的女朋友 不希望你没事老参合 她都不带男朋友 所以我也不希望 你参合到姐妹的party里 但是你可以接我回家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相处方法 是可以跟她共同探讨的 现在呢 难度就在你们俩了 首先 我跟新唐老师 我们两个的意见 基本上是完全相反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每个人 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意见 所以这个时候 选择的难度 就在你们两个了 对 好 谢谢老师 意见都给完了 所以你俩自己思考吧 坐那冷静冷静 好 别着急啊 咱们来听听 我们今天最后一组 但是多说一句 乐在其中就好 对 对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小妍二十一岁 来自天津学生 小季二十二岁 来自天津幼师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最忍受不了对方什么 他特别爱吃飞醋 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真的很累 是他爱吃醋 总怀疑我 需要对方改变什么 我能给的都给了 我不知道要改什么了 就是好好对我 不要再互相折磨了 你俩谈多久了 两年了 两年了 现在我们俩谈恋爱期间 确实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让我们非常煎熬 一直吵一吵就很累 那啥问题 之前有个男生 跟我在一起之后 还一直跟那个男的聊天 当时我和他在一起 一个月的时候 他亲口跟我说 要和我分手 然后当时我哭着求他 把他求复合了 然后后来他再跟我说 他想跟我分手 是因为他想跟那个男的 搞对象去 就是我当时想跟他分手 然后想跟那个男生在一起 我也跟他说了 但是我当时确实喜欢他 但我就想跟他分手 我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我就不想出了 然后回来我都说分手吧 然后回来他不跟我分 然后也都没分成 可是后来他一直跟那个男的聊天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 那自己的对象这样 谁也受不了啊 他什么都跟那个男生说 就连我感觉我的事 他都会跟那个男生说 他知道你有男朋友 他知道有男朋友 因为我跟他谈恋爱的事 我都跟他说 因为我就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 他说的就是那叫心灵彼友 但是我感觉 作为一个有对象的人 不应该把什么话都往外说 然后后来不是把那个男的 给杀了吗 杀了之后他俩 就在短视频平台上 就开始续火花分享那个视频 然后被我发现了 我发现那个火花比我的还长 我的火花都没有那么多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看到有意思的东西 我就是想跟他分享 不是姑娘 可是你们两个人 是要在一起的曾经 是准备要在一起的 然后因为你男朋友挽留你 然后你又回来跟你男朋友继续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 跟这个男生给他断掉呢 因为我又跟他吵架了 他又把那个APP拉黑之后 然后后来再过了半年的时间吧 我在他微信里面 我又发现他那个人了 然后他也没告诉我 他把那个人的微信备注给改了 就是我没有跟他说 我为什么把他杀了 就莫名其妙给他杀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理由 然后我就把他给夹回来了 好吧 他就发现了这个事 就跟我说分手嘛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因为我确实跟那个男的 确实是真的没什么呀 然后我就说 就那一次 就彻底把这个男生 给处理干净了 就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什么 也不止我有问题啊 他跟一个女生也有问题啊 他跟一个女生一直聊天 聊了很久 从去年就开始聊 就是学校的普通同学啊 他跟我一直说是普通同学啊 但是我一看激怒他就删 倒是现在我根本就把他俩聊的是什么 因为我和任何异性聊天 他都会吃错 就只要有交流就会吃错 就是我人长得可能就是 确实是帅 然后周围人喜欢我 我也管不了这个事 他明知道那个女生 喜欢的他的前提条件下 然后还一直在跟他聊天 允许这段关系的发生进展 然后一直在跟他聊天 然后我就觉得 在打爱情和友情的擦边球 所以我很生气 他发现以后 我立马就是把那个女生所有 就是联系方式就给删了 那我觉得我把这个事删了 不就应该就过去了吗 外部干扰因素都没有了 那你们现在的核心是 矛盾是什么 就是我感觉他就是不知足 我怎么对他好 他都觉得不够好 他之前他那手机有点卡了 他就也跟我抱怨 然后每个月 我有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然后我给他一千块钱 然后我让他拿去零花 我自己留一千 然后当时我给自己控制的是 每天十块钱的饭费 就是攒钱嘛 然后还去打零工 一个学期给他砸了一个手机出来 我做这些 我不就是证明我爱他吗 我让自己过得那么苦 难道我是为了对别人好吗 我难道是爱别人吗 就是我知道他爱我 我也知道 他做的这些事让我很感动 但是我就是觉得还是不够 时间上不够 他下了班他就要求 他下班以后的时间 我必须在那段时间都得陪他 我那段时间不能有自己事 他比如说平时他喜欢健身 然后或者说喜欢跟朋友们玩 但是我就觉得你那段时间 时间就是属于我的 就是该陪我 然后你应该把那些事情 挪到其他时间去做 你男朋友多高个 一米八五六的吧 你有没有问过 他一天十块钱吃什么呀 问过 中午吃那个学校食堂那个饭 就是两个素一个米饭 就是七块钱 然后早日不吃 然后晚上吃一个面 然后你这么着 给他攒了多少钱买那手机 四千多 当时我觉得我的时间 已经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了 然后大家怀疑我和别人有什么 哎呦 委屈坏了 你知道他这四个月吃康燕菜 就喂你那手机吗 他把手机给了我之后 我才问他的 就是太知道 那还不能打消你对他的 怀疑 就是我也知道他爱我 但是我也爱他 但是那些女生的出现 但我还是会多想 没有女生了呀 男友都没有了呀 对 现在那个女生已经没有了 那是近期才解决掉的 但是之前那个女生 确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呀 我跟他谈恋爱之前 还谈过一段恋爱 就是那段恋爱分手之后 就是让我心里上 就是不敢相信男生 因为那个男生就是 我特别喜欢他 然后回来之后 他劈腿了 就是因为当时我对他很好 特别好 然后但是他最后 还是换来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就是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对他好 我知道他对我好 我也知道我爱他 就是但是我 就没有办法 我问你一下 你要求他把所有 你下班之后的时间 全部都留给你要陪你 对吧 他也可以说 白天我有很多的时间 可是你要忙着上班啊 今天有白天确实的 是啊 那他晚上可能 也有他自己的事情啊 之前有一次 我在宿舍和我那些朋友喝酒嘛 一共就杀人 然后我们在那喝 因为我从和他搞对象开始的 以后的每一天 我晚上到了九点 我都给他打视频 那一次就是我提前跟他说了 我要喝酒 然后到了那个打视频点 他还是把视频给我打过来了 打过来 然后他说喝酒呢 我说嗯喝酒呢 我就把它放一边了嘛 因为直接挂了 他也不高兴 就放一边 但是我们三个男生你说 那聊天多不自在啊 后来过一会儿 他就说睡觉了 困了 然后就把视频给挂了 结果后面又来了好几个电话 就问我什么时候喝完 什么时候喝完 你一个月喝几次啊 我感觉我一年可能用两个手能数过来 所以没喝几次 我就感觉总和就是不陪我 我看着你的女朋友这个状态呢 特别像技术性操作 不管你表现出你有多爱我 我就是觉得你不够爱我 之后给自己一个合逻辑的理由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前任 他好扎 摆明了我 都觉得我自己不讲理的时候 我必须给我的无理要求合理化 反正你就是不够爱我 哎那你要求他在你下班之后 把时间全部留给你 他有做到吗 还是说经常做不到 他做到 那你嚼劲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次喝酒 就是真的我就觉得挺 可笑也可气的 就是我问他 我说你出去喝酒 回没回来 然后到我同事也问了他室友 回没回来 当时他没有及时回我 但他室友马上回我 说回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 没回来 我当时就生气 就是你能撒这个话 那我室友都知道他管的 也都知道 如果说他知道 我没回来我骗他什么的 会吵架 所以我室友肯定会帮我 而且当时我也没骗他 现在每个月还在给他一千块钱吗 没有 那个学期之后就不给了 因为手机也攒出来 然后后面他有工作了吗 他有工作之后 你在经济上 就没有再支柱过女朋友了 但是我有带他出去玩 你有了工作以后 有了自己的工资 第一笔工资 有没有想跟男朋友说我要给你买个礼物 毕竟我工作那个期间 你还每个月都把自己的钱分给我用呢 有吗 就给他买过一块手表 那你觉得你们两个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我不知道 我怎么做才能让他觉得我更好 就是你自己希望自己转一下 不是 就是我还想他更好 他老打不到他要求 战术性成功啊 我的男朋友到现在 已经自然而然的觉得 他怎么做 才能更好地让我觉得幸福 战术性胜利 他也做过好多感动我的事 过节的时候 半夜偷偷去找我了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事 然后他到了那个学校 那个围来外面 他才告诉我 就是我出去的时候 我收到我这辈子第一说话 就这两个是啥呀 对一个男人爱你爱成这样了 还不够 就是还得找到一个方法来证明 这个男的该怎么爱我 这到最后不就是最后 只好掏颗心给你吗 献给你吗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吧 她跟我男朋友特别像 就都是没有安全感 然后但是我觉得安全感 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你们俩我看到都各自流泪了 其实被自己感动到 男生定然是觉得 哇我一天只花了十块钱 那段日子我怎么过来的 哇塞 刷刷是泪如雨下 而女生呢 也是哎 多纯多好的感情 为什么我就不能跨过自己 那个心结呢 你心里是有一坎的 你没有这个男孩爱得那么坦荡 你没有这个男孩付出的那么彻底 你在心里是患得患失的 你想跟他对等的付出 但是你不敢 勇敢一些吧 好不好 跨过自己的这点心坎 爱情是双方的 你为什么不想到 你休息的时候 你去看他呢 如果你想他 你去看他呢 你一半你自己看得很高 你就觉得他怎么反正都是听你 他那么爱你 他就应该这样 怎么都不够 怎么爱你都不够 要珍惜 如果互相觉得还挺爱的 那就去珍惜 就是你们今后分手了 你也会觉得我无怨无悔 我真心地对待过他 这么痛苦分开吧 不想分开 干嘛这么彼此啊 你俩都哭成这样了 这个难受啊 这个痛苦啊 就分开嘛 我感觉我每天我看到他 我就会很开心 我也不想分开 就他确实对我好 我哭就烟 我觉得自己不对 但是这个人 这个感情 让你觉得你自己不好啊 就我要改变嘛 就今天来这种 可是你改不了啊 我会努力去改 先去试一下 你看我的激将法管用了吧 好 好 你们听过那句话吗 就是想要毁掉一段关系 你拼命付出就够了 我指的这个付出 是指纵容这样的付出 你懂吗 你不告诉他 你的底线在哪里 你一直觉得 你能够一直 永远这样包容下去 第一 你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 第二 你把他想得也太弱小了 因为欲望是无限的 你女朋友比你聪明 嗯 你认吗 不认 你不认 我告诉你啊 他在答应你告白之后的一个月 能心里装着俩人 让你看不出来 这是告诉你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啊 我就给你做一个逻辑上的判断 因为我被别人伤害过 所以你要无底线对我好 这个逻辑成立吗 不成立 行了 我说完了 就像作战一样 有的姑娘是喜欢我直接晾全部 晾底牌 我就这样 愿意接受 不愿意算了 我不去跟你玩心眼 有一些姑娘呢 喜欢以退为进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那么请问我该怎么改 才能够让我不再这样要求你呢 但其实你不是来让我们 怎么去止住你心中想要的 你其实想让我们来帮你要点东西 比如一旦你开始了给就不能停 停代表就是不爱我了 你只能接着给或给更多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男孩 你当初苦肉计让女孩觉得 你真的是那么的爱她 现在你没有苦肉计了 当你开始吃超十块钱以上的 你就已经回弹成我没那么爱她了 我就是想要一点自己的空间 可是她只是嘴上说给 她到时候她还是会闹什么 你为什么不陪我 然后到时候还是会说 她如果跟你闹的话跟她分手 你要尊重我的生活呀 她女朋友以退为进的哭法就是 都是我的错 我管不住自己个儿又来打扰你 都是我的错 我明明可以在这个时候 按说应该看会儿说 可是我却控制不住我那么的爱你 那么想占有你 你能够帮帮我吗 能够让我这个心里的小恶魔关起来吗 于是男孩子觉得这我怎么分 然后又得去安慰女朋友 真的不怪你 是我给你的时间太少 于是两个人抱头痛哭 阴阴阴 对吧 就是女孩子你以退为进的打法 咱能不能停 你能不能大大方方直接说 周一到周五天天晚上陪我 周六日跟你的朋友玩去 这样可不可以 行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留给你们三对情感嘉宾 到底是要继续在一起呢 还是要分开或冷静一下都可以 把时间留给你们 把选择权利也交给你们 老师们觉得就是这三对情侣 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问题的共性啊 共性就是他们都不了解他们爱的那个人 心眼至少有一方比另外一方心眼多 我认为是表达言不由衷的 表达不全面的 不准确的 他们三对何去何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队 请开门 两个人 我们下期再见 看来 少出差 回去多陪老婆 还有女生 你也得 让她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 她才愿意回来 对吧 好的 学会说话 好的 浪漫的时间交给你们 老婆 辛苦了 辛苦了 我背你走 真好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转 我认为会出来了 会出 会出 我觉得不一定会出来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来 3 2 1 请开 我居然这么自信地被打脸了吗 他们真不是一路人 我觉得他俩分开其实对的 那个男孩受不了 对 个体都没问题 对 走不到一起 来 我们看第三对 这俩肯定会出来 这么痛苦的虐恋 对 两个人应该会出来 对 来吧 3 2 1 请开 您看这剩下来多好狼才女貌的 你们何必呢 你俩还矫情吗 不矫情 以后有事就解决问题 我也放下过往 不许这微信 再解决不到什么问题 你们就相对而弃 就能解决一切 就当是来爱情保卫战 用眼泪 然后把你们的情绪都抒发出来 对 然后未来的路上 就没有那么多的坎坷 好不好 来吧 谢谢老师今天的条件 时间交给你们 哎呀 甜呢 哎呀 你们今天是有阿姨 你们来的吗 你们来的吗 你们接报道 哎呀呀呀 希望他们是真的 通过今天来我们的爱情保卫战 找到了自己相处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的节目唯一 官方的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呢 可以打电话报名 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 小心被骗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爱情保卫战了 本节目呢 是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 胸骨龟黏膜 认准葵花为康林 下期再见